黃珊珊 豆酸 黃珊珊 豆酸 珊珊珊珊珊珊 豆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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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準備了一副中堂來 要送給我們的珊珊藝人 上面寫的四個字 同心相殘 同心相殘 這就是三三 二十年來 每個禮拜二 都去做什麼 法力義務活動 替大家服務 加上他堅強團隊 把人民的問題 人民的痛苦 接下來之後替大家去解決 二十年來沒有改變 剛才宋主席他有提到 所謂的就是價值的問題 賴清德他昨天也有說 他說首都的市長 他的價值應該要跟國家一致 如果不一致的話 就很難讓台灣跟世界交流 其實齁 所謂的價值 你知道 我倒覺得這樣 愛民 把人民的福祉 當作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甚至把它當作最 我們用叫做 第一優先的話 其實我都把人民的福祉 換在最優先的考量 後來我把那個 李慶元送我那個 民生第一 都掛在我們市政府的 開會的地方 民生第一 其實還是一樣 把人民的福祉 當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來思考的時候 其實跟中央地方 沒有 不會有什麼叫不同調的問題 我今天還在跑攤 我晚上回家 打電話給我媽媽 問清楚 她到底在想什麼 坦白講我媽媽 我發現我們家的女人 都很有意見 都蠻有主見 不管是我媽媽媽 我太太 甚至我的秘書 每一個都很有意見 市長好像現在對於 2020這個話題 都不願意把話說 市長 不是啦 我跟你說 從以前 你知道 我都很清楚 我都沒有做這個準備 你知道 因為我也沒有設基金會 也沒有組織 也沒有去做什麼 計畫 你知道嗎 但是台灣這個社會 就是很奇怪 我每次說 我在媒體上 看到我的 我的人事佈局 很多計畫 奇怪 這到底怎麼會一回事 我就會想說 我回事 行 我去哪兒 就是 我對 我跟那一位 我妳說